FaceVision有新的版本出來了 我從他的那個 Discord知道這些訊息 就像這個 2.5.1的版本 那現在我的版本才1.3.1 我試著用Gitpool去把它更新 可是更新完以後就不能執行了 所以今天要講的就是 我要來重裝FaceVision 2.5.1 用全新的安裝方式來安裝 首先先到這一個 網站 就是FaceVision的網站去 在這裡呢我們下載是最新的版本 2.5.1 這裡有一個 安裝的導引 我們看一下 我們點擊一下Windows這裡 Python跟 PIP我們還有Git之前都裝過了 這個沒有裝過 那我們就來安裝這個 所以把它複製起來 Copy起來 FF MPEG裝過了 然後 這個 Codec 好像沒裝過 等一下再來裝 Visual Studio已經裝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裝 先裝這個 再裝這個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裝 好 Inter鍵 他叫我們檢視下列合約 要不要同意就選同意好了 好了 已經安裝成功了 好了 已經安裝成功了 接下來安裝這一個 直接按 負責就好了 然後到這裡來把按滑鼠右鍵把它貼上 然後到這裡來把按滑鼠右鍵把它貼上 安裝完成 按滑鼠右鍵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環境的部分 Windows的環境呢 我覺得我們還是 照步驟來好了 剛剛那個 方法是我照之前的那個 方法來安裝 就是1.3.1的版本來做的 然後現在 跟之前的方法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 就來這樣子好了 還是一樣這邊有Copy就直接 Copy好了 我們到 這個來 直接把它貼上 剛剛那個 Konda 事實上已經應該加到PASS裡面了 可是因為我們的 這一個 命令提示支援視窗並沒有關掉再重開 所以 會沒辦法使用 所以我們把它關掉 再重開好了 這個部分呢 這個部分呢應該是還沒有安裝完成 所以 如果是要用新的方法來安裝建議是 就乾脆把它全部刪掉重來好了 然後這裡打CMD 然後把剛剛那一段 從這裡重新來 接下來要安裝虛擬環境 如果使用的是這個方法的話 會安裝在 預設的路徑下面 裡面 可是我想要安裝在另外一個資料夾 所以 我們就要使用另一個 語法 用這個語法來做 然後我要把它放在MD 這裡 所以把它複製起來 貼上 然後到這裡來 貼上 他跟我講說這個路徑有資料在裡面 我們就把它 覆蓋 沒關係 按下Y 好這樣就完成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資料夾 在這裡 我剛剛是空的 現在已經 幫我們裝好所有的東西了 接下來我們可以用這個語法 來檢查我們現有的虛擬環境 好所以我們現在有兩個 一個就是我們剛剛建立的那一個 Face Fusion的這個 那等一下我們會用到這個 然後這個是 原先的 Base環境 所以 各位只要檢查了 就是你剛裝的那個有成功 這樣就好了 接下來先 啟用 Face Fusion 把它複製起來 到這裡來 按滑鼠右鍵把它貼上 按下Enter鍵 這時候就會進去這個虛擬環境 然後前面會有這個文字 然後到加速器這裡的Windows 複製上面這一個 然後到這裡來 按滑鼠右鍵把它貼上 它就會安裝在這個虛擬環境裡面 這個也是 複製起來 滑鼠右鍵貼上 這樣就安裝好了 接下來我們要開始下載一些 程式碼了 在install這裡呢 我們剛 其實有點跳過去了啦 我們剛做的就是 準備我們的一些 平台方面的東西 然後 設定我們的環境 跟設定加速器 但是有個事情還沒做就是 我們還沒有下載 我們的那個 程式碼的部分 所以我們要先下載這個程式碼 把它copy起來 那 預設呢 就是它會放在虛擬環境的那個資料夾的 裡面 所以我們就好幾個 VaseVusion這樣子 那沒關係 只要各位知道說你放在哪裡就好了 然後 這樣就已經下載下來了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那個資料夾 這就是資料夾 那剛下載程式碼會放在這裡 接下來就是 輸入這個指令 CD FaceVusion這裡 然後 再來就是 執行這個程式碼 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滑鼠右鍵貼上 它會開始安裝程式 這部分要選哪一個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 在選擇加速器的時候 我們選的是11.8這一個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要選擇的是11.8 用箭頭 往下這裡 然後按下Enter鍵 5分鐘 然後也要和我們同意 接著 我們來個 所以會才會 火腿 已經沒問題了 紅蓉 有 一個 說 我們才會 好了,這個部分就安裝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就來執行它了 把這段呢,把它複製起來 然後到這裡來,按滑鼠右鍵貼上 按下Enter鍵 按下Enter鍵貼上去 然後到這邊可以按下 按下Enter鍵貼上去 按下Enter鍵貼上去 好那我們到這個browser裡面去看一下 7860按Enter鍵 這裡就是2.5.1版了 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特別是像這一種 它都會下載模型 所以假設我要選擇enhancer 還有一個叫做Frame的這一個 然後這個你看它會去讀取 你可以看一下這個dose模式 它就在下載 那另外一個就是嘴唇的那個同步的話也是一樣 點選以後它這邊這樣代表它正在下載中 這裡 那因為這是新的我也沒用過 所以等一下裝好以後就來試試看 這也是啊 你每選一個它就會下載這個新的模型下來 這比起以前的版本又多了很多的新模型 各位都可以自己試試看 看那個網站介紹是覺得功能蠻多的 看那個網站介紹是覺得功能蠻多的 嗯 這裡的話可以選擇cuda 就可以利用顯示卡來做加速 大概的用法都跟之前的那個版本差不多 各位可以自己試試看 接下來我們來試試看那個對嘴的效果 就是這個嘴唇同步的這個效果 那首先呢就先把它切到這裡來 然後這個可以關掉 只留這個就好了 其他的就是像這個地方呢 如果你是NVIDIA的顯卡的話 選擇cuda可以用硬體加速 如果沒有出現cuda的話 請各位可以參考我之前那部影片 有教各位怎麼樣讓它出現 接下來呢就是你要拿一個音檔 聲音的檔案 那我有用簡印做了一段 target的部分呢 目前我看那個discord的說明 就是你必須要先自己做一段影片 就是把一張圖片做成影片 後續呢他們會去做這個地方的優化 就是你只要傳圖片就可以了 不過目前呢是你自己要做一段影片 那我都做好了 好 那現在呢我就把這個聲音檔呢 把它拉上去 聲音檔 那我播給各位看這是什麼聲音喔 各位可以聽聽看 Face Fusion的對嘴效果蠻好玩的 有機會的話大家一定要試試看 好那另外一個呢就是我做好的一個影片檔 這一個 好這個影片檔就是一個六秒的影片檔 但是它其實就是一張圖片啦 只是它有六秒鐘的時間這樣 好那我也把這個拉進來 接下來就按下 有一個地方要請各位注意一下就是 這兩個檔案就是在Face Fusion裡面呢 所有的那個檔案呢都必須要是英文的名稱喔 好 如果你是用中文的會出問題喔 所以各位記得是英文名稱 好按start 好那我們來看看喔 這裡 沒有聲音出來 之前我也遇到相同的狀況喔 就是有時候會有有時候會沒有 這可能要等後續他們做更新才可以 然後遇到這種情形怎麼辦呢 我就是到檢印去做處理 因為我已經有這個音檔了 我只要把這個影片檔給放進去 兩個合成在一起就可以了 打開之前我做的那個前應檔喔 然後把剛剛做好的那一個 把它拉進來 這就是剛剛會那個 那個口型會動的部分喔 然後 然後把這個 把這個 我們先拉進來好了 這是後來那個 嘴巴會動的那一個 那這是原先我設計那個 就是單張圖片那一個 我們可以把眼睛關掉 它就會不會看到了 然後你 撥撥看 喔對對 我剛剛在輸出的時候 把那個聲音給關掉 現在可以把它打開來 然後試試看 FaceFusion的對嘴效果蠻好玩的 有機會的話 大家一定要試試看 就這樣那你可以把它導出 好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你就可以發布到你自己的 YouTube或者是任何一個平台 如果各位覺得畫質不夠好的話 也可以把這個 Face Enhancer把它打開來 這樣子的話就是 它會加強你的畫質喔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效果 就是像那個牙齒的部分呢 就會變得比較明顯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這種比較好的效果的話 你可以把這個打開來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希望大家幫我 點讚、訂閱、分享 及開啟小鈴鐺 謝謝